你知道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是谁吗? 你见过比狮子跟老虎还要大的猫科动物吗? 一提起大型猫科动物 首先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 肯定是狮子与老虎这种大型野兽 确实它们的确很大 但在欣赏它们的同时 很多人都忽略掉了 比狮子和老虎一样凶猛 且可怕的其他大型猫科动物 你知道吗? 在地球上 共生回了有38种不同种类的猫科动物 无论是其中的哪一种 都具备非常凶猛且残忍的性格 它们之间的大多数 回血到我们人类的生命 只不过出于体型大小不同 从而限制了它们的知名度 与可怕程度 今天这期视频 黑兔给各位领导找出了 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这种猫科动物 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 这些凶猛的大猫 大家好 我是黑兔 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 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 记得长按点赞三秒 给黑兔个霸气鼓励 谢谢 第十个 云豹 在了解云豹之前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 猫科动物的下属分类 地球上所有的猫科动物 共分为两个亚科 一个是猫亚科 另一个则是豹亚科 通常猫亚科的动物体型较小 多数都为小型猫类 像我们常见的家猫 多数都属于猫亚科 而豹亚科的猫科动物 体型通常都偏大 比如老虎与狮子这种大型野兽 都属于豹亚科 而云豹这个物种 就是豹亚科中体型最小的成员 它的体长最大也就在1.1米左右 体重可达70斤以上 大小与一些中心犬差不多 但是它们要比犬类可怕得多 特别是牙齿 如果按照牙齿与头骨的比例来看 那么云豹的上犬齿 在所有猫科动物中位列第一位 它的上犬齿的长度可达4.5厘米 非常尖锐且锋利 附加上头骨 整体看上去 与史前的剑石虎有些相似 这种牙齿构造 可以帮助它们捕食 比自己体型更大的猎物 长长的犬齿和杀伤力 极大的咬合深度 能够在短时间内 对猎物造成致命一击 云豹主要都分布于亚洲的东南部 在我们国家的南方地区也有分布 在野外 它们主要靠捕食一些有蹄类 和灵长类的动物为食 有时候也会闯到 人类的活动群域捕杀家畜 再有就是它们其实是一种 非常擅长树气的猫科动物 粗装的尾巴 可以保持云豹的平衡力 因此它们可以很灵活地在树上活动 包括捕食猎物 这是一种生活在 欧亚大陆的一种中型野兽 它们生活在一些较为寒冷的地区 欧亚舍利是所有舍利中体型最大的一种 它的体长最长可达1.3米 体重最大可达70斤 这个家伙的性情与它的外表一样 非常巧合且凶猛 你知道吗 欧亚舍利的体重虽然连100斤都不到 但是它们却可以独自猎杀体重超过300斤的猎物 像一些袍子 马鹿 甚至是驼鹿 都是欧亚舍利的猎杀对象 由于生活在气温较低的地区 它们体内的能量消耗相对较高 因此它们每天必须要吃下足够的食物 来为身体补充能量 一只成年的欧亚舍利 一天之内就需要吃掉大约4斤左右的肉 它们非常聪明 每次当捕杀的猎物较大吃不完时 它们会将剩下的食物埋在雪下进行冷藏 等饿了再回头去吃 虽然这家伙无论从智力还是凶猛程度都非常拔尖 但是在野外仍有很多大型捕食者是它们的天敌 像些老虎 雪豹 以及狼群 都是舍利的天敌 特别是狼群 欧亚舍利的栖息地与狼高度重合 在野外两者碰面的机会会非常多 也与两者的食谱都差不多 所以它们经常会为了争夺领地食物资源而互相伤害 在舍利与狼的对抗中 绝大多数都是狼群占优势 而舍利为了报仇 只能等狼群不在的时候 偷偷地去猎杀狼的幼崽 以此去削弱狼的种群数量 而狼群也是因为这一点 对舍利也是恨到了极点 所以在野外 狼群一旦遇到舍利 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将其杀死 主要目的也是为自己的幼崽清除隐患 丛林中有丛林之王 草原上有草原之王 而雪豹则是雪山之王 雪豹主要都分布于我们国家的青藏高原 以及天山山脉附近的一些高山地区 雪豹的体型中等 它的体长最长可达1.2米以上 体重可达100斤以上 它的身上长有黑白色的斑点 这种皮毛颜色在高原地区 是一种绝佳的保护色 当雪豹出现在一些岩石地区时 它的皮毛颜色与周围的环境 能够很好的融会在一起 让人很难发现 它们经常会利用周围的环境 潜伏在一些岩石上 等待猎物的出现 在这里 它们的主要猎物就是岩阳 因为在高原地区 动物种群稀缺 并没有很多种类的猎物 可供雪豹选择 而这种生活在高原地区的岩阳 就是雪豹最佳的猎杀对象 但是想要成功猎杀一头岩阳 往往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因为岩阳这种动物 作为一种食草动物 为了避免被其他大型猎杀者捕杀 它们经常会选择将自己的栖息地 安置在一些海拔 1000到5500米高的 距离悬崖较近的地方 然而雪豹想要成功猎杀一头岩阳 就需要到这些危险的地方进行捕猎 在这种环境下 一个不小心 就有可能失足摔落悬崖 但即便是这样 雪豹也不得不冒险一世 再尤其是雪豹这个物种的大多数 只适合生活在高海拔地区 因为它们对低海拔地区的病菌 和湿热的天气抵抗力很低 一旦进入低海拔地区 就会患有各种疾病 因此野生的雪豹 只能生活在食物稀少的高原地区 猎豹在体型上并没有太多处 但是在速度上 猎豹可谓达到了极致 我们都知道 猎豹是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 它们能够在短短的三秒内 就能达到每小时110公里以上的速度 要知道 这种速度至今为止 仍是绝大多数的汽车都望尘莫及的 体型最大的猎豹是北非亚种 最长可达1.5米 体重可达140斤以上 猎豹的整体体型 看上去都非常轻盈 细长的腿部和长长的尾巴 都在一定程度上 为猎豹的奔跑速度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也正是因此 使得猎豹的各项身体结构 都在一定程度上 削弱了猎豹的战斗力 比如它的爪子 猎豹的爪子又短又盾 而且不能收缩 这一点虽然可以帮助它在奔跑的时候 能够更牢固地抠住地面 但同时也会失去 像其他猫科动物一样锋利的攻击性 而且它们的牙齿 相比其他大型猫科动物也较小 因此猎豹在捕杀猎豹的时候 只能够通过撕咬喉咙的方式 让猎豹窒息而死 如果一次性没有咬到猎豹的喉咙 大多数情况下 它们只能放弃继续猎杀 因为猎豹每一次高速奔跑 仅能持续短短几分钟 就需要进行休息 不然就会因为身体过热 而产生虚多的情况 花豹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金钱豹 你知道吗 花豹的体型差异非常大 同样是成年花豹 但是它们的体重从200斤到60多斤不等 不同地区的花豹 体型差异都有所不同 花豹共有9个亚种 其中体型最大的一个亚种是波斯豹 这种豹子的体长最长可达2.4米 体重超过了200斤 但由于栖息地环境的改变 使得这个亚种的数量急速下降 如今在野外 几乎已经很难发现它们的踪迹了 现如今分布最广的就是非洲豹 非洲豹的体长可达1.5米以上 体重可达180斤以上 它们的分布范围非常广泛 在非洲的许多地区 甚至撒哈拉沙漠中 都有可能出现它们的身影 再尤其是花豹最突出的一项特征 就是力量 你知道吗 这个家伙在抓到猎物后 可以用嘴叼着一个比自身体重 还要重一半的猎物 抓到树上挂起来 力量大的惊人 这样做的目的 主要就是为了储存食物 将吃不完的猎物挂到树上 既不容易腐烂 也能以防被其他的动物吃掉 非常聪明 这是一种原产于美洲的大型猫科动物 它是猫亚科中体型最大的成员 注意 是猫亚科中最大的成员 并不是猫科动物中最大的 它们的体型大小与花豹差不多 美洲狮的体长 最长可达1.5米以上 体重可达200斤以上 它们与花豹一样 栖息地不同 它们的体型大小也会有所差异 美洲狮通常都生活在一些森林 草原 以及半沙漠等多种气候和自然环境中 它们非常善于攀爬与跳跃 尤其是跳跃能力 这个家伙向前轻松一跃 就可达8到9米远 还能从十几米高的树上 或者悬崖上直接跳到地面 在地面上 它们也可以跳到3米以上的高度 这种绝佳的跳跃能力 可以帮助美洲狮 更快速地捕获到附近的猎物 只要距离不超过20米 它们只需跳跃两次 就可以到达猎物面前 与大多数野生猫科动物一样 美洲狮也是一种非常凶猛的野兽 在野外 它们的主要食物 多数都是以各种有体类动物为食 与其他大型猫科动物不同的是 美洲狮对于人类来说 相对还是比较温顺的 一般情况下 它们并不会主动袭击人类 在一些允许饲养美洲狮的地方 有些人甚至会将美洲狮当作宠物饲养 等长大后 它们也能够和猫果和平相处 不过它们与猫果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毕竟这个家伙是一种具备很强的攻击性 和杀伤力的野兽 对于人类来说 仍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这是一种让杀人不眨眼的鳄鱼 都闻风丧胆的大型野兽 由于其皮毛颜色像豹子 但是整个身体的形态又更像老虎 因此它也被称为美洲狮 美洲狮是地球上现存的体型 第三道猫科动物 它的体长可达1.8米 体重可达300件以上 这个物种主要都分布于中美洲和南美洲 危机四伏的亚马逊流域 就是美洲狮最喜欢的栖息地 在这里除了人类 它们处于食物链的最顶端 生活在这里的巨骨蛇鱼 黑铠门鳄 甚至巨型森染这些大型掠食者 都有可能沦为美洲豹的猎物 它之虽能这么强悍 主要也是出自它们自身特殊的身体构造 美洲豹是一种进化的非常成功的物种 它们不仅可以像老虎那样下水游泳 也可以像豹子那样灵敏地爬树 更致命的是 它们拥有所有猫科动物里最强的咬合力 你知道吗 美洲豹的咬合力高达半吨 这使得它们可以轻易地 就能够刺穿一些动物的头骨 以及脊椎 像一些海龟和乌龟的壳子 美洲豹都有能力将其刺穿 在捕杀鳄鱼的时候 美洲豹则会直接选择鳄鱼的头盖骨进行攻击 一口下去 就可以刺穿鳄鱼的头骨 对大脑实现致命一击 也正是出于自身强大的咬合力 使得美洲豹在捕杀6时 很少会向其他的猫科动物 选择喉咙处进行攻击 因为它们基本上不需要那么麻烦的步骤 直接于而起爬到猫的背部 选择头部进行抱头即可 这样的捕猎方式 对于美洲豹捕杀的猫物来说 痛苦也会相对减少 战斗力那家伙是相当强悍的 第三个 狮子 我们多数人对狮子这种猛兽并不陌生 那么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狮子究竟有多大呢 你知道吗 在全世界 狮子其实共分为八种不同的亚种 亚种不同 体型也会不同 现存体型最大的狮子亚种 是北非的巴巴里狮 也叫北非狮 这种狮子的体长可达2.5米 体重最终接近500斤 如果算上尾巴的长度 那么它的长度足足有3.5米长 只不过这个亚种 由于受到人类的打压和捕杀 早在1925年 就被认为在野外灭绝了 但后来人们又在世界各地的一些马戏团和动物园中 陆陆续续地发现了很多血统不纯的巴巴里狮 因此 人们还不能够完全确定 这种狮子是否真的全部灭绝了 除了巴巴里狮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狮子体型都很大 野生的雄性飞舟狮的平均体重都在480斤 体长从2.4米到3.3米不等 至于它们的战斗力与凶猛程度 黑土就不过多的描述了 总之在所有的大型猫科动物里 狮子是唯一的一种群居的大型食肉野兽 最多的时候 它们可以多达30多头在一起活动 战斗力那家伙可想而知 第二个 西伯利亚湖 西伯利亚湖也就是生活在我们国家的东北湖 如果不包含其他杂交的猫科动物 那么东北湖就是世界上 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 一头成年的东北湖的体长 最长可达2.9米 它的体重最重可达600件以上 东北湖的大体型 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体重 由于其生活在寒冷的北方地区 使得东北湖的皮毛 通常要比其他温带地区的老虎皮毛更厚 本来体型就很大 外加上厚厚的皮毛 会使得东北湖的体型显得更大 再有就是多数人在观看老虎的时候 多数都是远距离观看 实际上走近后你会发现 东北湖四角站立的时候 它的头部就可以达到我们的胸口处 如果后脚站立起来 它们的高度最高可达3米 凭借着巨大的体型 与凶猫浩得的性情 使得东北湖在自然界 几乎可以横着走 即便是体型比自己含要大的巫苏里棕雄 东北湖也可以凭借自身强悍的狩猎技巧 将其猎杀相当为猛 第一个 狮虎兽 狮虎兽是雄性狮子 与雅性老虎所交配产下的后代 由于其不具备完整的繁殖能力 因此狮虎兽还并不能算得上是一个新的物种 不过这并不影响它是猫磕洞的事实 狮虎兽是现存所有猫磕洞中体型最大的 它们的脸部相貌与狮子相似 身上也遗传了老虎的虎纹 狮虎兽由于是杂交而成 所以体内缺少了控制生长的基因 因此这个家伙从出生开始 身体就会不断的生长 直到它的身体承受不住为止 它们的体重可达800斤以上 体长可达3.6米 比世界上最大的狮子和老虎的体型都要大 不过由于基因问题 导致这个大家伙空有一个巨大的体格 整个身体缺乏很多猫磕动物必备的协调性与灵活性 如果将它们放到野外 狮虎兽是没有能力靠自己生存下去的 因此它们必须要人类圈养 不仅如此 这个大家伙不仅成活率极低 它们的免疫力也很低 非常容易得病 如果不受人类照顾 在自然界几乎无法生存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觉得韩不错的领导 记得帮黑头点个赞 谢谢